美国人发现了月球 你觉得月球是美国人的吗 在地球以外的这些土地资源 是不可以主张先到先赢 所以美国人在月球上插旗子 只是表彰了我们是优秀的美国人 我们发现了这一个地方 大家好 我是邢安老总林福毅 小时候你会不会常常会有一个动作 就是说这是我的 你不能捧 确实从小到大你会发现 不管是小孩子甚至动物 大家对于自己的地盘这件事情都非常在意 地盘是一个通常的说法 你会听过揪战雀巢 把别人地盘占掉了 或小狗去外面的时候 他们会尿尿做出他的记号 也在画地盘 幼稚园孩子在玩玩具 甚至他是彩色别图画 他说这都是我的 这是我的 好像是理所当然 这也是所有生物在 框自己的所有权的第一个动作 所有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很多人听到说天哪 你不要告诉我法律这件事情好不好 觉得好像很困难 不过我今天要教书你这本书 你会觉得所有权跟你想的真的差非常多 你觉得所有权就是我的吗 我的别想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吗 今天介绍这个书名就叫做 这是我的别想碰 别想碰就是你会觉得既然是我的东西 你都不能碰但是我想问所有读者朋友 你觉得你的这是我的 这是你的 这不是我的 这是你的 这件事情真的有这么明显的界限吗 或者是你觉得这是我的别想碰 这个权力范围到哪里呢 举例来说好了 大家都好想出国搭飞机 搭飞机你觉得你买的位置 是买到什么样的权力 你觉得我买位置不就买到个座位吗 不不不 你想一想 这个座位旁边有两个手把 到底右边手把你的还是左边手把是你的 常常他在坐位置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了 那这时候就会告诉你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很多所有权里面的一些潜规则 这本书倒不是很严肃的告诉你 法律构成要件 还有这所权争议应该怎么处理 而是藉由非常多生活上实际的案例 或者是真的达到法院的官司会告诉你 天啊 原来所有权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 就好像我刚刚提到搭飞机好了 你会觉得好像左边右边是谁的 大家就会吵架了 这还不打紧哦 你有没有想象在美国还会推出一个叫 呼吸神器这样的一个工具 呼吸神器在网路上是买得到的 它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你看看这个图片 你想想看呼吸神器是干嘛用的呢 它就是要阻挡前座的人把这个座椅把它往后躺 你在搭飞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吧 当你正在看书正在用笔电看pad的时候 突然前面的人呢就冷不防的把他的座椅协退了 你会不会生气 你可能觉得会啊 可是你自己会不会把椅子也协推呢 这时候呢在美国的法院上就常常会有这种航空公司上面争议 就是到底我买这个位置 我的空间所有权是用多少 如果朋友想一下你买了一个位置 那你这个空间是只有坐在这里面呢 还是我刚刚提到这前后的距离也应该是属于你的 还有啊就是上面的行李箱 那是不是也是你的位置 地上地毯是不是你的位置 你可能觉得对啊我买不就买一个长方形 或是我们讲立方体的这个位置呢 可是当前面的人他把座椅往后推的时候 是不是影响到你的空间 这时候大家就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了 所以你会想为什么一个位置的所有权 就可以引发这么多有趣的思考 那你知道航空公司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吗 航空公司通常把这个争议交给乘客去处理了 如果坐在这位置呢 是一个身体体型很大的腿很长的人 通常呢空姐就游说前面的人说 那你可不可以是要包容一下就不要往后推 因为往后推可能会影响到他椅子的位置 但是所有的症结都在于航空公司 他把所有座位之间的空间把它缩减了 所以光是这个案例 读者朋友就会思考 对我买位置到底买了什么空间 很多时候你觉得所有权这东西就是 先盗先盈先抢先盈对不对 但是呢在美国的一个法律案件也非常有趣 你相信会有两个猎人 为了争夺一只狐狸的所有权 真的弄上法院打官司了 答案是很简单的 因为呢有一个人我们把它称为A好了 他呢就是要去追捕这个狐狸 他派了好多只猎狗 然后猎狸追了一段时间 因为猎人呢在追捕猎物的时候 就是想把猎物弄得精疲力尽 然后最后就把他抓起来 那他呢派这些猎狗 自己在后面追了好久好久 眼看着这只小狐狸呢 精疲力尽 很快就手到擒来 没想到就从树林旁边跑出来一个 陈咬镜叫做B呢 他就看这狐狸很累啊 他就顺手就把狐狸轻松得手了 读者朋友 你觉得这狐狸应该是谁的 很多人说当然是属于B的啦 因为他把狐狸抓走 那就是他的东西嘛 因为狐狸在大自然 可能是一个无主物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人说 不对啊 因为这个A已经看了很久 然后花了很多力气 眼看着就可以把这只狐狸抓到手了 当然是属于他的 怎么可以被后面这个B接足先登了 你脑海已经想出一个很熟悉的每天的画面了吧 那就是抢停车位 停车位是不是常有这些争议 到底停车位的使用到底是谁的呢 那讲到停车位这书上还有很多延伸的案例 像在美国很多地方会下雪 下雪之后把停车位覆盖住之后 如果我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其实也不是啦 这是因为我家门口的停车位 那雪都覆盖了 我就自己去把铲雪 铲雪完之后 我就在这个停车位呢 就挂上了我家的标志 说这是我的 因为这个车位本来被雪覆盖了 那被雪覆盖谁都不能用 可是是因为我花了力气 把雪铲光了 所以这位置当然是我的 你觉得合不合理啊 其实在这书上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 他会告诉我们 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你先看到 你先拿到就是你的 如果这样讲的话 成立的话 那美国人发现了月球 你觉得月球是美国人的吗 不不不 这可能又是一个 严重的一个国际的问题 所以事实上 在美国要登陆月球之前 他们是有个联合国 有一个所谓的外太空的一个条约 他们就有提到 在地球以外的这些土地资源 是不可以主张先到先赢 所以美国人在月球上插气子 只是表彰了 我们是优秀的美国人 我们发现了这一个地方 然后这是一种民族荣耀的象征插气动作 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大家觉得每一天我们都会主张所有的东西 那你会想小朋友他们常会吵架说 这是我的玩具 这是你的玩具 然后会分得很乱 那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会觉得很多的法律会保障我们所有权 你用金钱会买到你的所有权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生活当中有非常多人 他们控制了所有权 他们决定了游戏规则 答案关键就是稀缺资源 因为这些资源是非常少的 是缺乏的 所以就会有人去控制他的所有权取得方式 最后我就来想 你常会觉得排队买票 按照顺序应该是理所当然吧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有很多生活周遭会叫你要买快速通关券 要成为VIP 要买更贵的商务仓 才可以确定你可以优先进入或使用这个设施 这是不是商人这些企业体 他们在控制了我们对所有权的使用规则 我认为在这本书里面 他不只是要告诉你 这是我的别想碰 最重要的是他告诉你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有关所有权的潜规则 默默的影响我们 就好像生活的遥控器 他会告诉你 如果你想要达到这个东西的话 请按照我规则 在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将会检视你的生活周遭 即使是你的身体 你觉得那是你的身体 你要自由处分都可以吧 你可以剪头发 你可以剪指甲 你可以把血卖给别人 对不对 但是你有想过 你的器官可以随意的交易吗 在这本书上 也有非常精辟的分析会告诉你 这是我的别想碰 未必想的跟你一样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